元旦假期快到了 关山警分局开始着手规划相关交通疏导策略 以一亿出游人潮 关山警分局表示 在连假期间会加强超速双黄线超车 酒驾等交通违规取缔 其中针对酒驾将部分就业实施路检勤务 落实酒驾零容忍政策 请驾驶人千万不要救后开车 关山警分局的远景 在辖区的各大重点路口 以及旅游景点进行稽查的工作 要确保交通的顺畅 为了应应即将到来的元旦廉假 以及一月的农历春节 关山警分局已经开始着手规划 辖区内的观光热点 以及重要的路口交通勤务 并针对超速双黄线超车 酒驾 汇系安全带以及无罩驾驶 以及路口未离让等交通违规项目 进行取缔 而其中酒驾的部分 更是以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 加强击查 元旦三天连续假期 请驾驶朋友遵守交通规则 及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 返乡团聚 务酒后驾车 以维护自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山警分局也呼吁 延驾出游时 务必事前检查好车辆 并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 才能够开心出门平安返家 记者陈建林关山正报导